大家好,今天是7月中旬,在Costco 似乎它每周都会有新鲜的花卉上市 眼前的这个美丽的花朵是Sweet Daisy Christian 它是属于一种大兵菊 它的植株非常的紧凑,而且分枝非常良好 它的花朵非常的浓密 而且它的花期很长 从6月一直开到9月 它是非常耐寒的一种多年生的花卉 适合用3以上的地区种植 它可以长到12个英寸高和宽 它适合在全阳或者是半阴的环境生长 这是Coreopsis,一种荆棘菊 它的植株非常的紧凑 也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 它的花期从初夏一直可以开到秋天 花开不断,会开出大量的,非常明亮的金黄色的花朵 有中间有红色的花心 它适合在全阳的环境生长 它可以长到12到14个英寸高 这是一款薰衣草 它的植株非常的紧凑 而且它的直立性和分支性良好 它的花期从夏天一直到秋天 有很香的味道 它的植株可以长到12个英寸高和宽 它适合用5到9去种植 所以是一种非常耐寒的多年生的薰衣草 这个是亚洲百合 它的植株可以长到1尺到5尺高 它适合用3以上的地区种植 是比较耐寒的多年生的花卉 它喜欢全阳的生长环境 也有一定的耐阴性 这是一款矮小的亚洲百合 它的花瓣是腹瓣的花朵 它的生长细性非常适合种在花坛的边缘 或者是花盆里 它是一种非常耐寒的花卉 它适合用2以上的地区种植 它可以长到12到14个英寸高 10到12个英寸宽 它的花期是在6月和7月 它适合全阳和半阳的生长环境 这是一款东方百合 Sunny Editors 它可以长到16到18个英寸高 15到18个英寸宽 它适合用4到9去种植 它的花期是从春天到夏天 它是一种耐寒的多年生的花卉 它有非常漂亮的白色的花朵 中间带有黄色的花心 它的花朵呢 非常的大 而且非常的吸引人的眼球 这是一款非常耐寒的宣草 它也是一个获奖的品种 Stella di Aura 因为它的蜘蛛呢 非常的紧凑 生长旺盛 且带有香味 而且它的花期非常的长 从夏天一直到秋天 它的蜘蛛可以长到16个英寸高 它适合全阳和半阳的生长环境 这是一款苏维草 叫New Dimension Blue 它的蜘蛛非常的紧凑 它可以长到呢 8到10个英寸高 12到18个英寸宽 它喜欢全阳的生长环境 而且它们非常的耐寒 也是非常耐寒的多年生的花卉 适合用5到9去种植 这还有另外一种 叫New Dimension Rose 它的颜色是Pink 粉色的花朵 这里还有许多mini蝴蝶蓝 是4英寸的花盆 一盆是11块钱 它里面有许多的花色 可供选择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